疫情解封后,基隆的邮轮观光在3月就要正式启动 基隆市政府特别印制中英文版本的东西岸美食主题旅游折夜 提供自住型的邮轮旅客来索取 那从那个船下船只到离船的时间大约有6个小时 那这6个小时呢,能够在基隆做什么呢 所以说我们基隆市政府在推出了所谓的 可望基隆美食徒步地图折夜 那你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地图折夜是有中英文版本 那对我们这些所谓的自住游客方便在基隆寻找美食 那这个有介绍我们的那个一二路形象商圈 仁爱市场庙口委托行商圈 还有我们的校山路美食 市府官销处说 基隆是国际知名的美食之都 新旧移民美食并融合东西料理精髓 孕育出独特又丰富的在地美食 欢迎游轮旅客来探索体验 基隆的美食呢 是从基隆开港融合了所谓的日治时期 还有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之后的融合美食 那日本时期有咖啡 饮进了咖啡 还有咖啡 那1949年之后国民政府来台之后有牛肉的文化 那我们把那个沙茶咖啡 跟牛肉炒在一起变成咖啡牛肉 台南有牛肉汤 基隆有沙茶咖啡牛肉 我们这种不同的美食 欢迎大家来基隆品味美食 看看我们基隆美景 市府官销处表示 在游轮旅客下船处有规划服务柜台让旅客便利索取旅游折夜 也可以选择下载电子折夜来使用 我们为了方便游客一下船就可以取得到我们这美食折夜地图 我们在游客服务中心一楼 那观光巴士服务站 就可以取得到这个中英文版本的美食折夜地图 另外基隆市政府也在基隆旅游网上 可以让民众自行下载这中英文版的旅游美食地图 3月7号将有邮轮首航基隆港 据了解基隆市政府与台湾港务公司 正在规划相关的迎宾活动 也欢迎邮轮旅客深入来徒步基隆品尝美食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